早晨,又到了偶然馬俊惠的節目時間 每次我都會請來一位我眼中非常有代表性 亦都覺得她很有成功的一個引證的一位女性 可以是我熟悉的朋友,亦都可以是我不認識 我都會努力和盡力去邀請她出席 今天這位嘉賓呢,我每一次都會用一些我想好的形容詞 去和她扯上關係的 這位嘉賓,她的專用詞是 羽毛球,教練,硬朗,馬,好拍檔,獨立,堅強,照顧 你好,陳校長,陳念慈 怎樣?馬仔?有些什麼吩咐,你出聲就行了 不敢了,我今天邀請你,其實真的有很多辦法要跟你談 我們對上一次見面是打球 都不是很久了,四五個月前 差不多吧?差不多 四五個月前我們打了一場球 沒錯沒錯 但是其實可能 Amy陳念慈,即是我們今天馬會的陳校長 其實你未必知道你對我影響的心軟有多大 不會吧? 人生就是這樣,你永遠不會知道 永遠都不知道 我當時遇到你而已 那時也是阿琴而已 那時才是因為一個電視節目 我為什麼認識你呢? 因為當時我幫電視台TVB 有一個國語的頻道 裏面有一個專訪一些藝人 想拍一些他和運動各方面 其實那時我是在學乒乓球的 是嗎? 我不知道你在學乒乓球那時 剛剛在學乒乓球 足兩年 有朋友就說 你試試打羽毛球 就打了幾次 接著那個節目就說 不如我們請陳念慈來教你打羽毛球 接著我說好啊好啊 那次是第一次和你認識 很久很久很久 真的很久了 十幾年的事 一定有 我覺得有十五年 那時我說 我和陳念慈打球 很差勁 這就是我和你的相識 嗯嗯嗯嗯 那時都很 我想 我想 我都很喜出望外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 我如果想起 如果不是瓊姐那次的話 如果你是早 剛才你所說的 我現在 很簡單的記得一點點 那之後就是瓊姐 就是瓊姐那次 其實講的瓊姐 就是我們以前所謂的老女排 就是這樣形容 就是1980年代的中國女排 是 裏面負責打自由人崗位的陳阿瓶 是的 沒錯 那就是一位體育健將 是的 也是因為瓊姐 我和Amy 正式再次認識 沒錯 但是那次其實你 教完我打羽毛球之後 就改變了我的人生 哇 這麼厲害 因為我原本跟許素鴻 學乒乓球 我是嗎 我許素鴻只有我的朋友 我跟他學了兩年 是嗎 學到反周 是 接著就認識了羽毛球 自此我就上了羽毛球 反而我真的要問一下你 打羽毛球我真的很熱愛 所以我知道羽毛球那個 好玩的地方 和艱苦的地方 你做了這麼多年 羽毛球的職業運動員 嗯 其實有些什麼 你今天會想 有些什麼 是令你得到 是最難忘的 如果羽毛球 我想我從小到大 其實我還在屋邨 那全部所有人都打的 在戶外打 在戶外打 就是完全沒有室內場 但是打到 大家都很出神話 其實真的很享受 整個過程 其實那時候真的很小 九歲十歲 但不過我的歌又打 駕駛駛駛駛 不知道為什麼手法很好 不用學的 沒有學的 即是那時候真的沒有學 但不過後來 就有參加過一些選拔賽 是 選拔賽其實都是我跟我的歌去打的 是 然後真的遇到一個白樂 那個師傅 在我十二歲時就叮了我 是 即是他就這樣搓幾球球 他就說 這個可能有些潛質 那他就另外呢 就特別教我 是 給了板 給了 就是 完全我練球的鞋 三個鞋 差不多他們都給了 是 所以就開始了我羽毛球的生涯 是 那時候只有十二歲 那我最記得其實十二歲 十二歲半到跟了半年 打全港公開菜 是 然後就拿了香港冠軍 所以變成那些這樣的時間 其實就真的 即是開始了 所以開始之後呢 其實我 即是 的上學 就是跟著上學 就是打球 每一天都是 差不多每一天都是 沒有第二種娛樂 即是在運動上 其實 其實我全部運動都會玩的 所有運動 譬如呢 所有 你想想 學校有什麼代表的 所有東西都會玩完 即是田徑游泳 即是排球 籃球 所有東西 因為其實 即所有的運動呢 你可以你認識一件事 其實其他東西都認識完 即是差不多 即可以transport 是的嗎 為什麼 不玩 哈哈哈哈 你覺得 就是小球類的 認識了一樣 你可能其他都會認識完 大球都ok的 即是排球籃球你都玩的 我都有玩的 但是 我想 其實 為什麼會發展 語目球 其實如果我游泳 我都不錯的 是 游泳都不錯的 即是我 我中一開始 就已經 代表了 即是 學校 但是 之後都游很多 是 但是 終於 就是練球的時候 教練說 為什麼腳軟軟 我剛才練完 練完水 就是操完水 跟著他說 一定可以游泳 即是叫我 不可以游完水 即是去操遠目球 是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就只選擇遠目球 只是代表學校的時候 就去跳下水游 是 所以其實 運動對我來說 即是一個人生 是幫我缺少的一件事 即是從小到大 都是這樣 十二歲開始 是的 自然地去打 譬如代表香港 十二三歲 拿香港軍 成為代表隊 是 那就有很多機會去集訓 嗯 嗯 如果我 我的期間 就很早期了 其實就是 很多人都沒有 有機會去見世面的時候 我也有機會去看到 是 所以我 到現在來說 我都覺得 所有事情都是因為羽毛球 嗯 給我 所以如果 你問我回想 羽毛球 其實每一件事 都很刻骨銘心 是 即是每一個比賽 對 甚至在練球 以前呢 就真的打游擊 是 什麼場我都差不多去過了 全香港的市政 市政也好 或者一些私人會所也好 或者真是那些 人家說很漂亮的場 也去過 即是很蹲蹲 可能只有一個場 但是很矮的地方 即是搓個高球都不行 都打不到的 可能只有平秋檔 或者我以前在北角 那個禮堂 禮堂呢 就一邊高 一邊低 即是因為它很有型 是 即是尖頂型 你想想 如果你站在一邊打的時候 在右手邊的時候 它就矮下去 是 在中間的時候打高 我永遠打不到 即是不會打到它的頂 為什麼 因為其實已經調過了 即是那些球 這裡的時候 你就要調低一點 走過左邊的時候 可能要調高一點 其實技術都在那裡來 是 但是在你打球 從十二歲開始打羽毛球 在這個整整你成為 去到你轉職為 真是一個職業的運動員 職業的羽毛球手 也都代表香港 在香港你拿了很多獎 也都代表香港去參加了奧運 應該是和財叔 對 你和財叔打運商 是 是 這個是不是 一個在你的運動生涯裡面 一個很光輝的 也是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時間 有很多不同的 我覺得有點頂峰 是 是 其實我很小時候 開始 例如打了 沒有久 其實在香港搞一個世界冠軍賽 或者在杭州搞一個世界冠軍賽 其實我也有參加 在杭州和香港都拿了一個世界冠軍 其實是 那段時間的 都很早期 然後又再 真的轉打職業的時候 就打奧運 又打英聯邦運動會 那都有好的成績 羽毛球在中間 就有很多的獎金賽 就是去世界各地去打比賽 那時候就真的全職打 全職打 那時候香港得 最早期的時候只有我 後來就 陳義財在一起 雖然香港都是只有兩三個 或者三四個 轉打職業的球手 那時候都是 體育學院 簽獎的運動員 都是只有七個 那時候有七個不同的項目 女的羽毛球運動員 只有我 就是很早第一個 你是第一個 是的 其實 剛才我們都說了 有很多有獎金賽 是的 我真的很想 八個 那時候你不停去打 其實那些獎金 你每次拿銅 拿銀 拿金 大概有多少錢 那時候只有幾千元 銅牌 如果第三名 你打Grand Prix的賽事 它就不是一個牌 它不是叫金銀 它叫你頭幾名 那些 譬如你頭三名 那你第三名 可以有多少錢獎金 亞軍有多少錢獎金 那是不是自己代的 自己代的 OK 不過因為那個會 就是 我早期的時候 其實政府的資助 都有限 譬如我去歐洲的比賽 那時候 如果我們還未告訴他 我們真的有這樣的水平的話 政府只資助你五成 另外五成 那你就 要不就以前 就是坐下錢 嗯 就是都幾艱苦的 就是很多時候 就是這個會可能 又籌不夠 那你又出一點 那這樣 那需要不需要向別人借的嗎 那不用 我們那些就不會向別人借錢的 那些 打球那麼差 是 但是不過就 就是 要真是很自縮食 那我最記得呢 就是 我們打一些 真是 每個站每個站 打比賽 那譬如可能 又要買便宜機票 有時候呢 就去到有些地方 那你又未必可以 吃到 就是就這樣出街吃 因為很貴 去歐洲 很貴 去法國 十元一碗飯 現在就覺得好像很便宜 球會也都給不到 多少的補貼你們 當時就 真的都不夠的 就是沒什麼的 那所以就 你真的要 要計算好數 那自己出去比賽 那 那 那幾好的 因為其實你不是帶米粉 啊 但是什麼 就是計算來吃 自備 就是自備些乾糧 是啊 沒錯 帶培館去煮一下麵 只帶個 電飯煲 帶了電飯煲 因為如果我們去 我們去四個站 去歐洲四個站 那其實真的 有時候要 要吃一些東西 下土 電飯煲就可以煮完所有東西 還有呢 一定叫人不要執放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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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在一行裡面 就是在那裏煮食 所以 就要 要自己 照顧自己 還有呢 最緊要就是 你又要去 跟其他隊 要社交 因為有隊 有教練 有其他 那你香港隊很多時候 就是最初沒有錢的時候 你不可以派那麼多人出去 那自己呢 就要去 譬如去跟印尼隊 跟中國隊 如果你練球的時候 叫我一起去 是啊 但是這樣也挺好 但跟他們就 很有感情 其實 那我很想問 陳念慈校長 我現在不敢直呼你陳念慈 傻嗎 或者我叫你Amy 是ok的 但叫陳念慈 直呼呢 我覺得是不行的 陳念慈校長 有沒有統計過 自己在職 是成為一個職業 羽毛球選手的時候 總共 無論金銀銅 總共有多少個獎牌 我真的沒有數過 如果從小至大 我想 都有 十幾二十個的 應該都有 如果你是普通獎牌 是 那些杯子 都不知道有多少個 獎杯就很多個了 都很多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最記得有一個 在杭州拿的職業表賽 其實就是 那個杯子都很大的 是 再小時候 就去 在北京打 打一個少年的比賽 拿少年女子丹 冠軍 剛好 國內都開放的時候 我最記得 捧著一個景泰藍回來 不知道什麼叫景泰藍 景泰藍做獎杯 是啊 景泰藍 也很大 我住在屋邨 你想想 那些位置 後來就丟在床底 就是底 因為沒有辦法 不知道放在哪裡 所以 後來發現 又沒有了頭 因為在床底 那些東西 那個樣子 那個動作 就不見了頭 就不見了頭 不見了頭 那都沒辦法 那時候都覺得很小 小的時候 都不太在乎 這些東西 那大大下就覺得 哎呀死了 原來那個獎杯沒有了頭 OK 那 但是 那些都 都沒有什麼 去計算 那些東西 所以 我想 都有很多 十個 好的 那 我很想再 請 Amy 因為我是 一個 羽毛球的 愛好者 我身邊也有很多 朋友 真的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打羽毛球 是 你可以 可不可以 用 短短幾句說話 去告訴我們 打羽毛球 應該要保持一個什麼心態 我想 除了打羽毛球 或者打什麼球 都是 一個真是很正面的心態 去看每一件事 譬如 有很多時候 就是 對面那個損失可能 強一點 你就覺得輸定 哪有這樣的事 落到場的時候 就是 怎樣發揮 但是真的會的 我試過有一次打 對面 來了一個新的朋友 我有很多群組打球 星期一至星期日 都有不同場地 一向打開那個班 你不會害怕的 是 你一向來 我知道他大概是怎樣打 有一次 來了一個 我不認識的 然後還要 穿得很Pro 全身 那些叫well equipped 對 然後他出來 他人的骨架又闊 就是 哇 好像 像 那個叫做 韓國的鄭在城 就是 那種這樣的感覺 四四方方 四四方方 你站在網前 你怎樣啊 很害怕的 然後 哇 有弱點的 他一開鍋 就不怕了 就扔了 我原來是不懂的 但是我一開始 冤架被他嚇壞了 是 所以不用怕的 是 譬如可能在出來比賽的時候 其實他比你害怕 是 是 他害怕的情況 和你害怕的情況 就是 你怎樣站出來 像你所說的 就是有沒有那個勢在那裡 就算技術不夠 那個勢都要報告 不打得都要看得 是啊 我站正正在網前 我看你怎樣放 沒錯 所以要學手法 就是學這個手法 一定要學得好 是 就是兩例 要Amy在這裏 教我們打羽毛球的話 就真的有時間講了 但是呢 如果總括 過往 總共幾多年 在羽毛球的生涯 哇 那你慢慢數 也有時間數 其實我 打職業都打了整 我想十六年 打職業打了十六年 都真的 不是叫全職的 就是半職這樣 都加起來 如果總共我都打了十六年的比賽 就是香港 就是代表香港 那這些時間 都真的覺得很快 我覺得 真的很值得 但是值得 滿意的 很值得 但是你很偽然 一般呢 我認識的 如果他專注那個運動的話 他可能退役 他就會去轉型做教練 在他那個界別裏面 譬如說 可能是有人會做營銷 可能會去賣有關的產品 一邊去教球 是 但是陳念慈就不是 是 我經常都不是這樣的 做完那件事 我就很撇脫了 很撇脫的 就放下了這二十年 有 有 這個專業 我去了讀書 那時候我去了讀書 讀書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就是告訴大家 我就不會再打職業的耳目球 那我想 都要對一個運動員 本身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時間 是告訴大家 就是你不要人間蒸發 就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陳念慈 你繼續代表香港 你究竟是不是拖拉拉 我呢 我就幾清晰 我對於自己 就是這方面 是 那因為那時候 很多記者疼我 其實都說 如果你不打的時候 不如你打一個告別賽 告訴大家 其實都是有不捨得的時候 是 那我在退役的時候 其實我贏了英聯邦運動會回來 那在英聯邦運動會之前 其實我就自己 告訴自己 我設定目標 無論英聯邦運動會 我有沒有贏金牌也好 我都會繼續去讀書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在 答應打英聯邦運動會之前 其實我已經申請去美國讀書 嗯 那已經收了我 那學校我打來 即是 即是寫信來說 他説你是不是想審訊 如果你再審訊的話 即是你要再申請 那我心想 不是我告訴你 正正會在90年 完成這個這樣的 英聯邦運動會之後 其實我就會 即是真的會去去讀書 所以變成 在這個這麼清晰的時間 那我自己就 即是計劃就很清楚 那這麼好 那就是 在英聯邦運動會 我們拿到金牌 然後之後 之後呢 就很多 一些贊助商 又安排了我們去做什麼呢 做一個 巡迴 即是學校的一些 即是 motivational talk 是 那就是去 所有學校 去到 我想去到五十幾間學校 嗯 去到直至到 五六月這樣 即是九一年的五六月左右 然後 接著就是 在九零年的五六月左右 然後 接著就是 我想 差不多五十七至六十間的學校 那我講了我們 即是講我自己的故事 是 即是我 我最記得我講的那個 題目呢 就是叫 一步登天是否神話 嗯哼 然後 去完之後呢 然後就去美國讀書 對於我自己來說 很清晰 即是 即已經是 即是 即是你人生未來的方向 對阿 我每一步在那一刻 我選擇的東西 其實已經很清晰 你心裏面、心中有數 那 跟阿米談到這裏 之後 到底她讀完書 回來香港 到底選擇了一個什麼新的方向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選擇呢 這個明天再跟大家說 在這個時候 我就要看看到底 我班監製 整股我的什麼 問了你什麼問題 是啊 好啊 你會怎樣形容 馬仔的球品 當然好 打球的時候很謙虛的 還有 永遠都看不到他的發脾氣 真的是 這個是假象來的 對著你我誰敢發脾氣 大哥 真的證明我的演技是不錯的 因為其實我 OK 真的很好啊 大哥對著你我發什麼脾氣 我對著某些朋友 都不是的 我打球的時候很認真的 我經常都覺得 我記得你也說過 打得贏還是輸 不要緊 但你真的要投入去打 是啊 就算那場你很用心去打 就算輸了 你也會覺得是一個good game 是啊 最慘的是遇到那些 很浪費時間 在那邊玩 然後喜歡弄你 然後玩一些花生 又轉圈接球 懶負 一個turn 然後還要打個關斗才接球 那些我就很想一枝棒飛過去 那些我就會發脾氣 喂你這麼厲害 別打 不好意思啊 失意 是啊 今天我和Amy 聊到這裡 明天繼續和我們陳校長 陳廉遲 拆解他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